现今在宇宙间它是没有一个独立存在的一个自体 生命界也是一样 它没有一个独立存在的自我为它的这个灵体 所以佛陀收法它以这个缘起为中心 所以一切的诸法当然也都是缘起的 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佛法的特色就是在缘起 那当然缘起一定就是性空 就是本体它不存在的 所以我们佛法释迦牟尼佛 他宣说了这些八万四千法门 就是要对峙我们众生八万四千的这些烦恼 那烦恼是无量无边 它的生死根本就是从这个无名来的 要对峙这个无名只有这个缘起 所以这个全体的佛法可以说是以这个缘起为骨髓为中心的 这个缘起的定义当然就是这个缘是条件 那么起当然就是指一些出现发生表现出来的这些意思 也就是相关的出现或者是依各种条件而发生的 那么这个所谓的缘起观 也就是它认为在宇宙间一切的存在 都是因为依各种条件而发生 或者是相关的出现的这种实在观 所以在这个杂案行经里面 它就谈到了 此由故彼由 处生故彼生 此无故彼无 此昧故彼昧 这个就是这个缘起的一个具体说明 因为一切法的这个生起 统统由各种因缘而生的 没有一法是无因而生 所以在这个此因彼果的这个相对关系下 才可以说它的这个生起跟这个存在 这个是我们佛陀 他觉悟宇宙人生这些诸法现象 所以会这样守得的最正确的这个结论 那么这个结论 缘起线空的结论 它是任何这个思想所击不破的 一切法的这个缘起跟存在 这个生起跟存在 当然是由于这个缘起 那一切法的这个凡武跟消灭 也是由这个缘起 不管是它的生起 或者它的凡美 通通是离不开这个缘起 所以不管是我们内在的这个生命 或者是外在的一切 通通都是缘起的 所以这个 如果说有的人认为说 有哪一法可能不是缘起的 可是你能够找出任何一个法来 那一个法同样也是缘起的 因为这个 离开了这个缘起 没有一法可得 那这个缘起呢 当然这个有很多种的这个因缘 有所谓的果虫因生 也就是我们现实存在的 一切的四四五五 它不会自己 这个如此生起来的 必须要有各种因缘条件 那么这个合和了以后才能生起来 那么在一定的条件下 才有这些法的生起 没有各种这些条件呢 绝对不可能生起一切法 这个是我们佛法基本的这个观念 那么这个缘起的观念 就可以对峙 这个无因或者是邪因论 不从无因生 不从邪因生 这是因缘所生的 当然因缘是很复杂 因为有谈到主要的 也有谈到次要的 那就是有种种的这个因缘合和 才能够产生一个现象 所以这个果虫因生 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 像这个一颗这个狗树 它必须有这个 这一颗狗树的这个种子 必须有一颗种子 那这一颗种子呢 它是主因 种子以外还要一些助缘 这些制缘可能就是水分 这个肥料 阳光 这个温度 那么种种的这个因缘条件 这一颗种子才能够发芽 才能够成长 开发结果 这一颗种子不能从空而生 也不能从其他的草木 金屎生 它不是无因生的 这个是因缘所生的 这个是这个果虫因生 那么再来呢 就是世代里程 这个世代里程 就比这个果虫因生 稍微深刻一些 也就是谈到我们现实的一切现象 当然就是因果 那么在这个因果里面 有它这个更深刻的一个普遍的理性 为什么从某一种因 一定会生吃某一种果 这个一定有它的一些 这个必然的一些理则 那么世间上的这个一切 都是循着这个必然的这个理则来成立的 这个是世代里程 那这个在杂瓦阿罕经里面 他谈到了 若佛出事若未出事 处法常治法治法界 这一个必然的理则 这个不是我们释迦牟尼佛 他所创造的 而是他所发掘的 他发现的宇宙人生的真理 所以我们释迦牟尼佛 他不会谈到说创造一切 创造万物 不是 而是他发现这个一切 发现这些真理 所以这一个理则 不管是佛出事没有 这一个理则通通就 这个常存的常在的 这个是必然的 本来的普遍的这个理则 所以这个理则 我们就从这个生死来说 一个必然的普遍的这个理则 有生必有死 从我们这个人也好 或者是从动物也好 从植物也好 从一切的这些万物 既然有生存 有生起必然会繁美 所以人有生一定有死 人不可能长生不老 只是时间的这个久战而已 时间的长短 不可能不死的 所以人有生必有死 这个就是宇宙间 一个本然的必然的 一个普遍的这个理则 那么这个就是 世间一切的现象 都是依这个必然的这个理则 来生命成坏 这个是世代理则 那么再来呢 就是犹依空力 这个又更深一刻 果从阴生的这个现象 就是世代理则的必然原则 那么这些都是存在的 都是有 那么凡是存在的 一定要依空而立 如果没有这个空 它就不可能存在 所以一切的事物 就是没有它的一个本体 如果有它的一个本体 你根本就不能动它 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 我们这栋房子 我们楼上是大殿 现在下面这边是讲堂 那么这一栋房子 这一栋大殿讲堂 一定要有各种因缘条件 有各种这些材料 有钢筋 有水泥 有这些砂石 还加上人工器具 那么有各种这些因缘条件 聚合 那么这些因缘条件 聚合 这个就是成为 要建造这个大殿 这个房子的基本的原则 那么这些材料 我们现在建起来 看起来 好像是 一栋很庄严的这个大殿 那这个大殿 有没有它的一个实体 这个大殿的这个成立 要从哪里来 要从各种这些材料 再加上一定要有这个空间 没有这个空地的话 怎么建这个大殿 我们积一个例子来说 你现在在我们讲堂里面 我们现在来建造一个电中电 电中电我们想要 这个又高一点 然后我们知道 我们现在这个空间有多高 顶多是这个 应该是几公尺而已 可是我们现在想要建造更高大的 在里面要建造一个更高大的一个电中电 有可能吗 没有 不可能 因为这个空间不够 你必须要有这个空间 才能够去建 所以当初的这个大殿 就是因为有这个空地 有这个空地才能够盖得这么高大 那现在讲堂里面所能够做的 就要极限于讲堂的这个空间 绝不能够超越这个空间 所以有是依空守力 同时我们建这一栋大殿 一定有它一些必然的一些理则 必然的一些理则 当然就是应该从哪里开始怎么做 在佛经里面 这个谈到了一个故事 他说有一个人有一天外出 他看到了一栋房子非常漂亮 很喜欢 然后这个回来 尤其他最喜欢的就是第二楼第三楼 盖得非常漂亮 他回来就开始找这个工人 然后就带他去看那一栋房子 他说你就 我很喜欢这栋房子 尤其是二楼三楼 所以你就按照这个房子 按照它的这个形状大小 跟我建一栋 一模一样的 好了 这个工人回来 就开始准备材料 准备材料开始动工 就挖地基了 结果做了几天 这个人来了看了 不对不对 你现在到底在做什么 他说我在建房子 他说你在建房子 我喜欢的是二楼跟三楼 二楼跟三楼非常漂亮 我喜欢一楼不需要 你跟我盖二楼跟三楼就好了 这个工人说对不起 如果不从地基开始做 你要我做二楼三楼 我做不来 这个不可能的 所以说建一个房子 一定要有一些 它的必然的原则 你这些材料具备了 你有这个空间 然后你开始要走手的话 一定要先从地基开始 你地基不做 怎么可能有二楼三楼 如果我们没有这个地基的话 怎么可能有这个楼下的讲堂 跟楼上的大殿 这个是不可能的 所以就是 这个有一些 它普遍的 必然的这些理则 这个是 这个不能去违背的 所以从这个 国从因生世代里程 跟这个有意空力 那么它是一步一步的 由前而生 所以世间上的一切 都是这个 也必须要这个否定 这个实在性的 这个空性来成立 所以世间上的一切 由从哪里来 从空才能够产生 没有空就不能够产生一切油 很简单的 我现在在讲话 因为嘴巴里面空 如果现在嘴巴里面有东西 或者是在喝水 含着水 怎么能够讲话 你们现在能够听到这个声音 是因为这个耳朵 有这个空性 耳朵空了才能够听 如果你把它塞住了 拿着棉花 拿着耳朵 把它塞住了 你就听不到这个声音 所以能够讲 能够听 就必须要有它的这个空 所以一切的有 是依空所存在的 没有空的话 就不可能有的这个存在 那么这个 缘起的这个内容 当然就是谈到了这个十二因缘 杂安阿罕经里面 他就说了 有因有缘集世间 有因有缘世间集 有因有缘媚世间 有因有缘世间媚 他这四句话 他是表示的两方面 也就是说明世间集的这个因缘 那么这个世间集的因缘 就是世间杂兰的缘起 那么世间杂兰的缘起 也就是生死轮转的这些根本 那么世间媚的这个因缘 就是叫做出世间清静的缘起 那么清静的缘起 就让我们能够得到自在 得到解脱 所以这两种缘起 它就是说明了 生死跟反昧 生死跟内盘 通通是离不开这个缘起 那么这个十二因缘 这个无名是这个十二因缘的 这个根本 在十二因缘 这个世间杂兰因果相生的 这种法则里 我们众生 由于这个起了一念的这个无名 那么就产生一切的这些 贪爱之走 当然所看到的 所听到的 所接触到的 都认为 这个都是有一个实在性 有一个永恒性 这个是实在的 那么在这当中 就会产生一些 直取的这个力量 这个直取的力量 就是由起始 那么这个力量是非常大的 由起始 它是 这个身体肺 它会再直取另外一个身体 也就是由这个无名所引起的 所以这个缘起 当然就是依它而起的 那么依它起的 当然就是 这个 这些现象 也就是它不能 这个本身成立 而是 这个必须要依其他的各种 这些因缘条件 那么这个 缘起的这个 主要部分呢 就是要这个 这个 迫持这个杂兰相生的 这些缘起 因为你能够知道 所有的一切都是 因缘所生 那么在生死跟内盘当中 也就是生起跟环昧当中 那么当然就会做一些 这个选择 如果是 生起的 是杂兰的 是世间的 当然就是产生 环绕痛苦的 这些结果 如果是清静的因缘 生起的 都是清静的 出世的 当然所得到的 就是一些 安乐的这个结果 那么 这个 缘起内容 它有这个 生死跟反昧 那么 这个也就是 流转生死 由流转 看出了这个生死轮回的 这个现象 那么 从这个反昧 看出了 内盘反昧的现象 所以生死跟内盘 流转跟反昧 这个是我们 佛法两大中生的论题 这两个论题 当然一个是 要去 死掉的 愿力的 一个是要去 追求证悟的 那 佛陀 他就是观察我们 生死轮转 中的这些众生 很烦恼痛苦 所以就把他自己 所体悟的 这个生死流转 跟解脱生死的 这个法则 那么开示 让我们能够建立 这个缘起流转 跟缘起反昧的 这两大因果力 所以 佛法说明 事件上的一切 都是以缘起为中心的 诸法从缘起 这个是大小圣佛教所 共同承认的 但是呢 很多 是不承认他没有自相 只有 现空大成 他建立 缘起无自相的这个真理 要知道说 这个 缘起无自相 因为 这个 一般呢 我们都是谈到 一定 所以刚才这个 大小圣佛教 共同承认的 这个 诸法从缘起 在这当中 是有一部分 他是不承认 没有自相 他不承认 没有自相 因为他是认为 这个 一定有他的一些特性 一些 这个形态作用 所以 以这个自相来说 就是 这个 这个 形态作用 这个就是 自相 如此的 所以 就认为说 这个就是有 就是存在 这个就是 一般的 有一些 他不承认 这个 无自相的 他就是 这么认为 认为 反思法 当然有 他特殊的 这些形态作用 那么这些 形态作用 以这个 自相来说 也就是 自己 如此的 那么 这个就是 他的 这个 性质 他的本质 或者是 原质 也就是 这个 本来的 性质 就是如此的 那么 他就是 一种 只有 这个 支持 这个 诸法 自相论 他是 不论 从我们 生命 内在 方面 或者是 宇宙 外在的 这些 探索 他都认为 是 实有 自相 为这个 宇宙 生命 的 本质 护持 生命 电视台 就是 护持 佛法 究竟 帮助 众生 离苦 得乐 所以 生命 电视台 有责任 将 佛陀的 正法 不分 宗派 传播在 这个 世间 希望各位 多关心 生命 电视台 多 护持 生命 电视台 护持 正好 1996 5232 1996 5232 顾名 生命 文化 基金会 那么这种 实有 自相 当然 他的一些 论调 有时候 他从一些 这个 这个 几例 说明 他认为 他们这个论调 是站得住脚的 起一个 例子 来说 比如说 我们人 也好 或者是 一切的 这些 动质 也好 都有 他的一些 特性 一些 形态 比如说 我们人 就有 这些五官四肢 有六根 然后 身体里面 这个五脏 六腑 各种 器官 都有 然后 这些 动物 植物 有 他的特性 你说 一颗 辣椒 辣椒 有 他的特性 因为 有 他的 自性 所以 才会 辣 为什么 辣椒 会辣 然后 其他的蔬菜 怎么不会辣呢 所以 就是认为说 有他的 实有 自性 这个是 在 有一部分 他是会有 这种 支持他的 自性 实有感 可是 从 原起 和和的 立场 来说 这个是 不可能 成立的 因为 这个 中 中 中 和 的 主 法 没有 义 法 是有 自性的 我们人 虽然是 一个 形态 一个特性 我们 记住了 这些 五官 四肢 身体各方面 都记住了 可是 这些 没有哪一个 器官 哪一个 东西 是 有一个 实体 存在的 通通 都是 因 因缘 和 合 那么 这个辣椒的 这个特性 它的这个辣 辣同样 也是因缘 和 合 的 所以 以现在的 一些 这个科技的 发达 农业 技术的 发达 其实 很多 这些 农作物 都是 一直在 做一些 改变 怎么样 去做 这些 改变 所以 辣椒的 这个辣 或者是 苦瓜的 这个苦 它不一定 永远 不变的 它同样 还是会 因为各种 因缘条件的 这个组合 然后 有所改变 所以 从这个 缘起 合合的 立场 来看 它是 不可能 这个 成立的 这个是 一切的 都是由 因缘 所生 所以 这个 在 中观 里面说 诸法 不住 生 亦 不从 他生 不共 不无 因 事故 之 无 生 没法 的 生 起 统统 要 代言 那么 既然是 要 代言 当然 自己 不能 生 起来 一定要 要有各种 因缘 因缘 俱组 我们 举一个 例子 来说 我们这个 演习营 不是自然而有的 有它的一些 因缘条件 刚开始 当然是 总导师 他发心 要 接引 知识分子 所以 他在民国57年 就 举办第一次的教师演习营了 然后到民国81年 他接了这个世界佛教华生会会长 那么就这个想要多推动一些活动 所以在82年 就佛教华生会就通过 由我们会长 他来负责 那么就是 可以推动种种这些 弘法立生的活动 在这当中 就有这个教师演习营 所以 57年以后 就是到82年 就开始 又 这个 举行这个教师演习营 那么一直到现在 那么主因 当然就是 我们总导师的这一念 慈悲心 但是一定要一些缘 假使说没有一些缘 这个演习会可能就不能成立 很简单的说 如果你们在座的各位老师 没有报名的话 今天这个演习会不成立 就没有了 所以要记住各种因缘 那么在 有了总导师的这个发心 有了各位的报名 但是在这当中 拉拉杂杂的事情很多 比如说 这几天当中 我们有一些 每天生活上所必须的 三餐要吃饭 没吃饭怎么有体力 所以不管是哪一方面 都要一些人来帮助 所以必须要具备各种条件 合和 这个一件东西 一个事情才能够成立 所以在这当中 也就是所有的一切法 它不是单独能够生起来的 所以 诸法不自生 亦不从他生 当然在这里的这个他 就是指单一的 也不是这个单一的 不共不无因 事故诸无生 知道一切的这些法 不管世间所有的一切人事物 所有的一切法 通通都是 这个 一切因缘继续 才能够生起 所以佛陀 他是以缘起为佛法的这个中心 就是要以这个缘起 来彻体 要摧毁这个 实有自性的 这些执着 因为从 实有自性的执着来说 一定会起烦恼 一定会造业 那造业当然就受报 所以要从这个 实有自性的这一种执着 来解脱 这个 能够自在 那因为 这个 自性忘记 他是生死的这个根本 如果不 急迫这个根本件 那么就是不能够得到解脱的 所以 这个 要急迫这个根本自性件 就是只有缘起正观 所以缘起战论说 是所有衰损 其根为无名 见何还能灭 事故收缘起 所以 因缘有的执法 是不自在的 不自在所以是空 空 所以他没有一个自性 所以我们从这个 这个 这个 诸法缘起来说 我们知道说 一切的法 通通是缘起的 通通是没有一个自性 那因为没有一个自性 是空的 所以 通通都是缘起的 所以 缘起 无自性空 是我们佛法的这个中古 那么这个 缘起的这个 法则当中 他有谈到了 这个因缘 等无间缘 所缘缘 增上缘 那这个就是 从因到果 那么一个 这个重要的 这个生成因素 这个因缘 它是直接的 就像一颗种子 它必须要有 有一个种子 然后加上这些 水分肥料 温度才能够 开发结果 所以 因缘就是直接的 这个 这个 能够产生的 这个 直接的原因 那么 等无间缘 又叫做 次第缘 就是在 心跟心手的 相须中 由前一刹那 那么 引发 后一刹那 也就是 心跟心手 在 前一刹那 这个 这个 面谢了以后 又给 后一刹那 生起了这个利用 那么 这个 前一刹那的 心法跟 这个 后一刹那 那刹那的心法 这个 同时升级的 没有这个 间断的这个 相细关系 这个是 等无间缘 那么 守眼缘 就是 心法 心法跟心手法 所攀缘的 一切现象 那么 也等于说 你心法 眼所见的 耳所听的 对外所攀的 一些现象 那么 这个就是 守眼缘 那么 增上缘 就是 指这个 因缘 等无间缘 跟守眼缘 这些 三缘以外 那么 一切 有 助于 或者是 无外 以现象 发生的 这些 原因条件 那么 这些 四缘 它有 直接的 因生果 的 这个 关系 这个是 因缘 也有间接的 也就是 这个 比较 疏远的 因生果 的关系 就必须要 借着 这个 等无间缘 守眼缘 跟 真上缘 那么 这个 从 这个 远取 诸法的 生起 跟这个 四缘的 关系 在物质 现象的 设法上 那么 这个是 这个 这个 有 轻音缘 跟 真上缘 就可以 发生 作用 但是在 精神线上 的 心法上 必须要 具备 这个 四缘 四缘 具备 才能够 这个 发生 作用 那么 缘取的 种类 跟发展 它有 好几种 第一个 是 夜感 缘取 夜感 缘取 它是 说明了 宇宙万法 的 这个 生起 都是 由于 我们的 业力 所 召感 也就是 由这些 善恶的 夜力 会去 召感 善恶的 果报 那么 这一种 这个 善恶 夜力 的 这一种 召感 它是 一次一次的 由 这个 夜音 然后感受 这个 果报 再由 这个 果报 就成为 另一世的 夜音 那么 那么 这样 就是 这个 因果 相遇 这个 循环 不尽 叫做 夜感 缘取 这个 也就是 从我们 身口 一三方面 所表达 造作 出来的 各种 好的 坏的 就是 善的 恶的 这些 都会 产生 这个 结果 所以 就是 有这一种 夜感 缘取 的 说法 所以 夜 也就是 造作 的 意思 也是有意向的 出自于 身口意的 任何行为 那么 就是 成为 夜力 也就是 一切 不管是 道德的 或不到德的 有意志力的 这些动作 反应 或者是 结果 那么 在 夜力的 这个 定义 方面 它是 自力 创造 而不是 神力 不有 神力的 机会 精等 没有什么 特殊 前途光明 希望无穷 善恶因果 决定有报 这个 夜力的思想 它是 自力 去创造 而不是 由他力 所以 这个 夜力的思想 是你自己的 这些善恶 自己的 这些善恶 好坏 都是由 自己去做的 不是由 他人 嫁给你的 那么 机会 都是一样的 不管是 男女老少 不管是 贫富贵贱 那么 自己所做的 一切善恶 自己要去承担 这个结果 这个是 没有什么 特殊的 不会因为 它是 富贵 或者是 其他的 优惑的 这些条件 现在就不会遭受 这个狗暴 这个不可能 那么 前途光明 希望无穷 因为 既然是 自立所创造的 那自立所创造的 那我们想要得到 什么样的结果 我们应该 怎么样去做 所以前途呢 是掌握在 我们手上 这个是 前途光明 希望无穷的 那么 善恶因果 决定有报 这个不是不报 只是时候未到 时间上的 这个关系 那么 这个善恶方面 当然 有时候会 这个 去谈到说 到底善恶 能不能够 抵消 所做的 善跟恶 它是 各自都会 结成它的结果 善恶是 不可能 抵消的 只是说 在这当中 有这个 心力跟 业力强漏的 关系 心力强的话 那么 这个业力 就比较 不容易 发挥作用 但是 是不容易 抵消的 那么 这个 业的成立 业的价值 那么 这些 这个都 很容易了解 就不做说明 不过在这里 跟 大家说明 这个 业的成立 故事业 跟不故事业 就是属于 这个身口一善业 那么 这个 有这个 所谓的 表业跟 无表业 这个表业跟 无表业 这个表业就是 能够 这个看得 清清楚楚的 这个身体上 所造作出来的 或者语言上 所表达出来的 但是在 意业上来说 虽然 这个 这个 这个外表上 是看不出来 可是呢 在大小圣 这个佛法里面 它各有 不同的观点 小圣的佛法 它是 无表业 它是不结罪 它是认为 要复制于 这个身口的 表达出来以后 才结罪 但是呢 在大圣方面 起心动念 就是罪了 起心动念 就结罪 因为大圣的 理念 它认为 你会从 身口去表达出来 就是因为 动念开始 你先开始 动念 才会 复制于行动 如果你都不 动念的话 怎么会 复制于行动 比如说 你看到一个 很喜欢的古董 这个是你 这个梦寐以求的 那么这个时候 你一定希望说 我能够 这个得到 这个古董的话 那多好 好了 现在旁边有人 你不敢动 等到旁边 没有人 可能你就 闷声不响的 拿走 那你 闷声不响的 拿走 在佛法上来说 就是已经 造成了 这个托盗的 这个业了 那你刚开始 如果你没有 这个动念 虽然是你 很喜欢古董 但是你 站在欣赏的角度 能够看 能够欣赏 就很高兴了 你没有动念 说要站为己有 那就算 有多久的时间 旁边都没有人 你都不会去动 他 不会去拿 因为你只是 很喜欢 只是在欣赏 你没有一个念头 说要站回去 所以你就不会造成 这个偷盗的 这个行为 所以大圣的佛法 他认为 你起心动念 就是一个种子 这个种子 它是存在的 但是因缘条件 记住了以后 他就会起现象 就会附资行动 所以你要 这个去仿佩 让他不起心动念 所以大圣 他是从起心动念 就开始结缀 那小圣方面就不同 所以我们种种种用功的方法 就是针对我们这一个念 针对我们这一个心 就是不要让我们的心 有种种的这些念头 起心动念 看到了这个 外面的一些境界 那么看到这些形形色色 当然就会选择这个美好的漂亮的 听到种种的这些声音 就是喜欢听到这些赞美的声音 不喜欢听这个批评的声音 那这个就是我们一切都是被这个外境收转 然后在这当中你起心动念的话 当然就会开始造业了 所以在大圣方面 他是从这个起心动念 就会去开始结业 那么在这所有的善恶这些念头 这些善恶念头 这个起来了 也就是所有的一切 那么他这个升起的时候 他这个会经过一个构成 这个构成也就是 这个跟意识相应的这个私心手 所以就有这个三个构成 一个是审立师的构成 一个是决定师的构成 一个是动发圣师 经过一番考虑 考虑了以后再做决定 决定以后再复制行动 所以我们遇到一件事情 或者是起来一个念头 一定会先经过一个考虑 一段时间的考虑 然后再做决定 好比说你们得到了这个 我们光德市 今年又有几班这个教师营的这个信息了 好了 这个得到了这个信息以后 你开始去考虑 7月3号到7号 这一段时间有没有空档 想不想参加 好 那经过这个审立师 这一段构成考虑了以后 下定决心 哎呀 想要多了解佛法 想要到这个试验里面来 沉淀我们这个烦恼的心 所以这个就下了决定 那么下决定以后复制行动 哎 你就开始啊 要报名表啊 就填写报名表 好 这个过程完成了 可是呢 一直到报到那一天 在你动身的以前 你都还会经过在这三个过程 这个等一下 就要去坐几点的车了 突然之间啊 哇 小孩子 妈妈 你不要去啊 哎呀 我好想念你啊 不要去好不好啊 好 这个时候你开始考虑了 哎 到底去不去啊 好 又经过一番考虑 然后下定决心 哎 跟小孩子安抚好了 好 因为你决定还是要来参加了 哎 就跟小孩子安抚了 安抚好了以后 哎 就动身了 所以每一件事情都是经过这三个过程 这个是审立师 决定师 跟这个动发圣师 那么在这善恶方面啊 当然 有时候我们对这个善恶的这些狗暴啊 我们会有一些疑问 有时候觉得哎呀某某人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大善人 人是怎么慈悲怎么好怎么好 可是他的遭遇为什么竟然是那么凄惨啊 那有一些微灰皱呆的大坏人 人人人都共认的是一个地方上的恶霸大坏人 可是呢 为什么他的这个遭遇又那么好 这个就要谈到 这些善恶业力 是哪一种开始先这个因缘成熟 开发结果 这一个大善人 他过去的这个善业 那么能够让他继续的这个发心 作为这个大善人 可是在这个当中的一些遭遇呢 因为过去有一些恶的因缘成熟了 所以虽然他这一次做的非 这一次做的非常的好 可是呢 他的记忆啊 很环绕很痛苦 甚至于很凄惨 是因为过去的这个业力 这个恶业 那这个大坏人呢 也是一样的 明明现在这个微非咒歹 福咒非为 可是呢 他想尽一切的福报 因为过去的善业成熟啊 所以这些善业 善恶的这些种子 是哪一种因缘先进足 这些因缘条件先记住了 那么他就开发结果 但是呢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那是一定的 作恶必灭 作恶不灭 是全世有疑的 得尽必然 那么为善必仓 为善不仓啊 是因为全世有疑恶 恶尽必然长 那是一定的啊 所以这个善恶这一方面啊 那这个要谈到这个过去的 过去的一些业力啊 那么这个业力跟我们心力方面啊 心能造业心能转业 那么业有心造业有心转 如果你心不能转业的话 就被这个业束缚啦 业如果是不随心转的话 这个业就能够复心 那么心怎么能够转业呢 因为心跟道合 心跟佛合 这个时候就能够转业 那么业为什么能够复心 因为心一常分 任运作受 什么都 这个不怕什么都做啦 当然就是这个心被业首富 所以这个心力跟这个业力啊 它的强弱就会展生不同的结果 你心力强的话就能够去转变这个业力 如果你心力不强 那么业力超过这个心力的话 那就被业首转 那被业首转呢 当然就是烦恼痛苦啦 心能够去转业的话 心能够去转经 就能够消除那些烦恼痛苦 在我们这个日常生活当中 实际上就有很多这些例子 像我在民国73年74年 在台东监狱 举办了三次的受刑人监狱佛期 监狱受刑人的这个精进佛期 在这当中呢 有一些受刑人 他就很明显的 心力跟业力的牵扯 就造成不同的结果 有一个姓陈的受刑人 这个第四天中午 他跟我请假 因为监狱规定 佛期期间一定要听我的请假 下午不参加 那下午不参加 我们只好让他休息 因为监狱受刑人的佛期 跟我们一般佛期不一样 你不让他这个休息的话 出来的话找你算账 所以不敢 所以一定要让他休息 可是隔天早上 我一到监狱 他看到我就一直在谢谢 我说谢谢师父 谢谢师父能够进来 这个吉祥 这个精进佛期 让我们受益良多 我说昨天下午让你休息 你再高兴 要不然怎么跟我道歉 他说不是 他说我昨天 因为昨天中午接到了这个公文 假释不准 所以起烦恼 我没有心念佛 明明可以假释了 可是现在呢 批下来还是不准 所以我就生气了 不念了 昨天晚上一进到疗房 因为五点这些官员要下班 所以就要在关疗房 关进去疗房 他那个疗房 他这个疗房里面 有五六个人 就只有他一个人报名 结果那几个人 当然他们没有信心的 而且在讽刺他 你也是无恶不作 怎么样 坏事骤进 怎么样 所以你参加那个什么念佛 拜佛没有用了 怎么样 一个一个在讽刺他 他假释不准 心情已经很坏了 又他们一个人一句的在讽刺他 批评他 这个时候他这个 无眠火一来 他就要打了 要打出去了 可是就在他手提起来的时候 他突然间想到 这一句奥弥陀佛 他说很奇怪 他说我想到这一句奥弥陀佛 我嘴巴不知不觉的念出来 念了一句奥弥陀佛 不知不觉的念了几句 念了几句以后 突然间一个念头 算了不跟你们计较 他说以前不可能 以前他以前就是因为 单打独斗都没有输过 他身体非常好 所以他常常打架 就是因为打架被处罚 被处分 所以明明到了假释的这个期限 还是不准 就是因为打架 因为他身体很好 所以在里面 他这个单打独斗 从来没有输过的 说奇怪 怎么偶一念佛号 怎么突然间一个念头来了 算了不跟你们计较 他说在以前不可能的 我常常要打架 我听了几句话不高兴 我就打了 所以我就劝他 后来他接受了 因为他知道说 原来这一句佛号力量那么大 从这个地方 心力跟业力就是一个牵扯 这几个受星人 同老房的一个一个讽刺他 经不起他们的讽刺 想要打了 这个时候如果打出去 心力就是业力强过这个心力 可是他突然间想到 早上再念阿弥陀佛 他突然间这么念头一想 不知不觉的就念出来了 结果这么一念出来 突然间一个念头 算了不跟你们计较 心力强过业力 所以心力强过业力 就能够去转业 能够效益 那一次的打架打不成 如果又打架了 又要做处分 又要延长他这个假释的时间 所以心力强就能够效益 所以说心力跟业力 在这当中的牵扯 你有这些三宝 有这些佛法依靠的话 那当然就比较能够心气转静 就能够效益 不少人会分享与宠物互动的影片 这天我也登上了网络 即将表演的是一场喂食秀 而我即将成为饲料 被一只巨蟒把玩 眼前的巨大历史 是我最后的记忆 透过大师傅的建议 我来到了天堂 这里有许许多多 不同遭遇的同伴 因为这里的慈祥安和 大家都过得很开心 而且这里的一切 似乎都是真的 是真正属于我们的天堂 旧旧流浪的河沟 让你心中充满爱 不让生命受苦 将来一切伤命 生命天使与你 共同救护生命 接下来请收看 长老发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乔 《大乡达》 大乘大冂 《地藏十伦经》 现在我们讲《对不经》啊 告诉我们 消灾免难 同时呢 在我们修道的时候 能够使我们容易进入了 跟环境不一样呢 那个不是重的原因呢